大家好,我是莉莉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蒜蓉豆豉蒸茄子 这是一道越式口味的菜式 用清蒸的方法比较健康 老人也合适,孩子也喜欢 味道很不错的 首先将一根茄子一分为三 中间切开 但是茄皮连着不要切断 如图所示 接着再将每段茄子切成手指条的样子 茄皮仍是连着的 就像一个手风琴 锅中烧开水 先将茄子摆盘 隔水蒸20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做一个豆豉蒜蓉酱 将姜、蒜、豆豉打成蓉 用生抽、蚝油、糖、油拌匀 做成一个蒜蓉豆豉酱 然后将这个蒜蓉酱铺茄子表面 再蒸10分钟 淋上麻油和热油就可以吃了 你不妨试一试 简单又好味 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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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